我姐夫去世之前写了一写遗嘱 写的是什么呢 他表现出了山东人的这种厚道和仁义 他写的所有的包括方箭一切都归我姐姐 但是呢 我姐姐把这东西撕了 背着我姐夫撕掉的 我们不愿意说我们在财产和利益面前有多高尚 我们从未想到过说要给人家去争什么 但是 这确实一个问题 在维权圈子里面传了相当长的时间 就是我到山东去争一餐去了 我到山东去和我女儿一起去的 我哥哥两个人被五辆车 大概相近二十年中共特务 护送到山东 有意思的是 过了黄河大桥 进东营必须过黄河大桥 一过黄河大桥以后我发现他们逐步逐步就离开了 不跟我了 我还以为他们跟不上来了 我对具体的工作人员我不刁难他们 我觉得他们 就是如果他把我跟踪丢了的话 他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所以我发现没有跟上来呢 我还故意把车打成双蹦灯 停到边上 准备等他们 结果呢 我的双蹦灯一打我边上一填 迅速的有五六辆挂了当地拍照的车 也赶快打开了双蹦灯 停在边上 哦 我一看这是交班了 北京的黑手和山东的黑手完成了一个交接 您知道那是我我们家人最特殊的一段心理事情 我的姐夫新疆自死啊 这是我们心里最难受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 后来我自己检讨 我自己检讨 我到山东去是一个错误 那倒不是因为说它发生了 我被抓的事实是一个错误 是因为我的到来给我姐姐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 更大的这种精神压力 整个27号轮迅速就被包围了 他们常常以这种最流氓的恐怖手段 让你的亲人看到你 你的弟弟是一个何等危险的人 那时候 就是说我到的第二天啊 整个楼下就成了一个观景的场所 很多人来了围在人上上 因为那么多的警察 来了把27号楼围住 那么多的不明身份的人 围在27号楼围住 从未见过 从没有见过老百姓 一龙风 很多老百姓要看我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有意思的是 第二天来了以后 我不是要到 去看我姐夫吗 我和哥哥 我外甥在车上坐着呢 我对这种场面 可能老百姓看到我有些超然的一些 就是举措 警车围着 然后很多人看着呢 我就把车停下来 停下来 我就过去和那些围观的老百姓聊天 我说你们来看什么呢 他们说 听说你是一个大律师 我说个子不小 说 听说你是 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 我说你的消息 灵通但不准确 不过我想问一问 修炼法轮功怎么了 为什么 老百姓说 我敢说话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的原话 他说完很多人鼓掌 他说我不知道你名字 但是只要是 共产党打压的人 他一定是个好人 哗的一群老人鼓掌 山东们 山东们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这特务多脆弱 我说你是个可怜虫 你在这表演 不受欢迎 我说这掌声 一定不会给你 我说你退下 他瞪了我一眼 我说 你有没有胆量 把你的名字 当着老百姓说出来 我说我叫高智生 灰溜溜的走掉 就是到了山东的一幕 但是呢 你面对的并不是 都是 看似风光的一面 每天把楼房围得 水泄不通 晚上 我和我姐姐在家里面 他们搬的小凳子 就坐在我们的门口 坐在我姐姐的 楼道的门口 打了枪 一晚上花了花了 楼道有多大 楼道不大 也就跟我们这楼道差不多 但是能坐四个人 人家上下的人就很不方便 楼梦 真的有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 你用什么词都无法形容 他们今生深处的这种 流氓本性 我觉得这样的过程 是害了很多年轻人 光着膀子 什么都不穿 几月呢 8月份 我和我女儿是8月4号过去的 8月15号被抓 然后 后面发生了一系列 你想象不到的这种邪恶 我的姐夫 变得不显然是 常常连我们都认不出来 他们在我姐夫的这个对门 把整个病房的人都赶走 中共在中国可以说是 任意的滋意万为 他想做什么就能做到 所以他也从不领控自己的行为 从不在道德和人性方面 考虑他的可能性 而只考虑技术上 我能不能做 我们家在那种情况下 我统计了一下 他们就是在我姐夫对面 包了一间房间住下来的人 从来不低于11个人 他们24小时门是不关的 就像曾经我在山西 我住宾馆 整个一层楼被 这个跟从我的中共偷偷包下来 我开了个玩笑 我和他们开玩笑 早晨起来 在那煞又介事的门口 摆着凳子坐着 我说 我们家里就是这样 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的 持续的倒了 8月15号的时候 平时我每天是到9点钟起来 就要去看姐夫 看完以后呢 回来写东西 看书 但是这一天呢 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当天晚上 我闹肚子 挖肚子 头一天就没有吃饭 晚上也没有睡好 所以姐姐呢 就说你今天就不要去了 下午再去 但是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 我早晨起来 看书 读经 都是时间有规律性安排 早晨起来照样的窗户打开 下来一看 今天和晚日不同 8月15号 8月15号 今天和晚日有些不同 明显有些不同 8月15号 8月15号 今天和晚日有些不同 明显有些不同 就是 北京 那天退缩到 跟到东营以后 退缩到 后面躲起来的那些人 今天都出现了 北京的牌照的车啊 我前后转了 看了一下 不低于失量 然后都是 山东的是七一色的博博牌照 有时候为什么 我们感到 理直气座的 有时候你感觉到 对方的这种 龌龊和怯懦 怕二百人为之你 他以托的是一个 政权的力量 但是呢 他常常见你的时候 人不敢抱歇命 车不敢挂牌 您知道 从 零五年的 十月十八日 第二份公开信开始 我每天应对这样的场面 所不同的就是 有时候在量上 发生一些变化 和手段上发生一些变化 而事实上 手段的花样也不多 这么多年来 对付国内 就说 不愿意相信他谎言的人的手段 大致上就是那些 可以最准确的戴一个帽子 都是流氓水 确实都是流氓水 和非法的手段 所以 已经大概有 相近十个月的时间 我们面对的 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我没有感到 有什么异样 但尽管这样 我看到这样大的场面呢 我还是想了一下 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大动静呢 哦 我想起来了 晨光晨暗 马上要开庭 又北京 这些 黑手 感觉到可能 心里又很脆弱 又所谓的 到了敏感人 要把高智升这样的人 给 看一眼一点 因为你很难想象 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得出的结论 就是说 他们完全不把我 当一个普通人 去看待 你感觉到 在他们心目中 我随时都能飞走 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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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想象 你的一举手 一投足 他都报告 住足 最贴切的一次 我 我去送哥哥上学 过红绿灯 他说 红绿灯 他停下来了 我骑车子送孩子 停了 他现在 左拐弯了 哦 不对 他又又拐弯了 哎呀 我就觉得 太不可思议 躲在后面的那些人 他就要了解到 这样的细致程度 他才有可能能睡一会儿觉 由于这一天 我没有出去 我估计那一天 也就是神安排我 稍微安逸了 那么几个小时 然后我把圣经读完 要不然 平时我下去的话 那就是谁 九点钟下去就被抓了 我呢 就开始看书 写东西 然后开始 读一个小时圣经 刚读完 他们也在找机会 后来我姐姐描述 就说他回来的时候 十二点钟 姐姐回来 要给我做饭 发现 整个那一条楼 到上下 全部是 他们的人 只留开一条 到让人上 全部是 光着帮子 戴着墨剑 全部是 上身 什么衣服都不穿 这样打扮 连警服都不穿 他们什么时候 在你们前穿过警服 这就证明 他们对警服 还是有一点点文明的认识 他不认为 像他们这种人 干这种事的时候 应该穿警服 从来不穿 那什么意思就是黑社会 不就是黑社会吗 那个黑社会 手当一摸一样 他既不宣布 他的身份 也不宣布 你为了什么法 他执行的是 哪家的法律 他从来不宣布 就借着我姐姐 开门的一场 惊心动魄的响声 就是同时 三个人 废弃脚 把门踢开 把姐姐给踢到 我听到响声以后 我就知道 实质性的冲突 开始了 但是这个思维还没有完成 就床上就跳上来 三四个人 你想 这个全部是有策划的 绝不容许我发出声音 这是 这是他们的 一个绝对的策划 你想上来多恶心 穿了一个大裤叉子 就坐到嘴巴上 坐到嘴巴上 然后全打脚踢 最厉腿 最厉害的伤就是 就是那天 那次 那次 抓我的时候 踢上的 这都好多了 由于出来能见到太阳 这都已经快一年了 这个是他们把我抢之跪在地上以后 他把抢之跪在地上以后踩伤的 就是拿那个皮鞋跟踩 踩的以后 当时皮都掉了 当时一上来以后 第一个做法就是可以看出他们的 他们怕什么祸罪 最快的速度来了以后 就人直接上来就坐到嘴巴上 然后一个人把我这头发一把揪住以后 迅速的用那个黄胶带在我嘴巴上缠了几圈 缠了几圈以后 把我拖到地下以后呢 两个大汉就踩到我两个腿肚子上 就让我跪在地上 跪下以后 就开始那个蒙眼睛 把那个黄胶带又在眼睛上蒙了几层 然后套头套 头套一套以后呢 你说这多么的没必要 你说资源的浪费 他又开始缠 头套套上以后 在嘴巴上缠了十几层 眼睛里面缠了十几层 然后 就是我这个 虽然当过兵 我是体质还可以 但是我这个肢体太硬 这两个手腕要握起来 够在一起是很困难的 他们飞了很大就到这 被吊着 你说你是为了管束 还是为了折磨 如果你为了管束 你就给我弄个手铐 不就 不就达到目的了 他为了折磨我 他非要这样靠 这样把手铐靠在两个手上 这 这好被吊着 然后 就开始彻底的把我姐姐家里 搜了个 真正我姐姐形容说 任何土匪来都不会弄到 那种狼藉的程度 我姐姐当时可怜的 因为吃饭 那个姐姐当时一个月下来 就瘦了 瘦的不到一百斤 我 他们把我从那个卧室里面 架出来以后 我的本能是 回头想 想看一下我姐姐 但事实上你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我这样测了一下身以后呢 就说希望我姐姐能说话 但是我听见我姐姐的嘴巴被捂住的 哥哥呢 哥哥回来了 哥哥 哥哥12号走的 他们15号抓到我 然后下去之后 就在楼下 我听到说迅速转移 就不知道转移到一个什么地方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听到周围车是很多的 后来我知道这是做什么呢 还继续在搜查我姐姐家里 继续搜查 整个从头到尾 你听不到他们说话 就是上了车 开车 准备回北京的时候 只听到他们说了一句话说 路上要反抗 锤死他 我死里锤 锤死他 沈东口音还是北京口音 锤死他 然后说你是出发 我回来以后 九点多钟 那就说路上颠簸了有九个小时 这一路上 你能想象到他们那种作贼心虚 我已经到这程度了 满车都是你的警察 我还往哪跑呢 就这一路上 把我这胳膊死卡住 这血液都不流通 就两个警察死死的把我卡了一路 我一路上都不能动 你嘴巴要捂上的 你什么都说不出 你只能听到声音 晚上以后到了北京 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看守所 显然有个别的环节 他们设计的不是很细致 就是临时在商量怎么办 后来想起来呢 他们也是情急之下乱方错 因为要不要把我的头套 我去掉的问题是还在那增 也就是说 这个环节 他们是没有设计好的 我后来一想 那你早晚的面对这一天 你不把头套我去掉 你可以套着头套之法 你不能把 把我的头套一直套着 你在审判谁 我听到有人 肯定是一个 说话算术的一个角色 当官的吧 这个不要争了 这个 那肯定早晚得取掉呀 取掉吧 这才取掉 眼睛一取掉 嘴巴一取掉 我就开始和他们调侃 都不敢跟我开玩笑 都不敢笑 我说刚才谁说的让取掉 都不说话 我说我在这谢谢你了 这是唯一的 做出一点人事 然后我一看十几家相机 照相机 摄像机对着 我说我是一块腐肉 我说你们就是一群 灼臭的东西 都不说话 然后 那个 看守所 后来我才知道是所找 就一会儿说 给你一块背 这乱七八糟 洗漱东西给你 我在 我在他身上处理一下 我说的 早认识的话 我家有的保姆 就应该是你 他不说话 我说你 你比我家的保姆 尽职 纤细 我说是个奴才 材料 他不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他所找 他后来对这句话 耿耿于怀 我说我不过 就是说一嘴 我就是跟你开玩笑而已 然后 那个公安部的 爱的一个人 个子很高 我说 从现在起 你叫815 我说你们的权力 无所不能啊 你叫815 不得有任何人问你的名字 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名字 我说这是我的自由的 只要你嘴巴还没有过分钟 我还 我还会告诉任何人 我叫什么人 我请接下来 你 到了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 大概折腾到 你知道 我还是心理素质可以 要不然的话 我当时只穿一个裤衩 因为我就在我姐姐家里面了 就等于在自己家里面 只穿一裤衩 光脚丫子 不是光脚丫子被抓过来 上身什么都不穿 上身把背线给撕掉 背线给撕成几块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死 把我背线撕掉 背线撕了以后 当时这个这地方内的血淹子 好超现在好 我回来以后 我后来还在查看 但是呢 这些都恢复了 我当时这个地方 泪的都是血肉模糊 到晚上大概9点40左右 帮我送进一个牢房 四刀铁嘛 四刀铁嘛 那一进牢房以后 里面有个普通行事饭 都带着铁链啊 一进去以后 就有人告诉我 你不懂规矩 要跟你讲清楚 每一个先进来的人 都得先抱着头 蹲在地上 然后听我们跟你接受 我说 我希望你们 在我这能破一次规矩 我说共产党的规矩 黑规矩 我都死不中手 我说你们几个人 不要给我 不要在我身上 定这些规矩 还在那儿争着呢 铁门广荡又开了 815提神 这就开始提神 因为再过20分钟就睡觉了 开始提神 我就光穿个裤衩 光着身子 对 他不过强行穿了一个 披上一个黄马甲 那是那里面犯人 就是从心里上侮辱你的一种东西 上面写的在案 犯罪嫌疑 因为你手已经全部被锁起来了 去了以后 我看到一个固定在水泥地上的一个 特质的一个铁椅子 我想这应该是我的 我还细细的端详了一下 我说这要是这时候有写的自由的话 我应该把它写下来 它的特点是什么 当时他总结了 它特点是坚硬 冰冷 精致 确等 它的设计 反映出这种 不受良知脸控 和不受道德制约的这种人性的 缺陷 它给你设计的 能做的位置是很窄的 非常的窄 最主要是它的荒唐在那里 它第一天晚上 它第一天晚上 你说它一个铁环子固定在一起 锁在一起 但是呢 它却没有现在你做的这种性 因为这你低 你做的低的话 你手和脚的距离近一些 那个座位是 一个比较高度 同时呢 你腰上还拦了一个东西 你想使你的身子捷径 很困难 你只能说是把 扯着胳膊和腿 就是这样 审讯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谓的审讯 这个审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四个多月的审讯和美都是引民埋线的审讯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单位的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他们是谁 审讯也荒唐 荒唐在哪里呢 这可能四月六号我在那个声明当中提到了 这是人类司法史上最怪弹的一次审访 因为审讯的是815 作为一个法律人的高智生 他是不存在的 发呦 这天晚上 四个不明身份的人来审讯 你知道这是双方的第一回合见面 对方呢 也是经过机密设置的 这四个人的 可以看出来明显是他们的一个头目 就在我跟前来回肚子部 来回的肚子部 四个人 815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没有尝过什么 我说你早晚可能也要尝这一天 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听不懂汉语是吧 815啊 你现在知道我党有多强大了吧 是他人 我说这倒是咱们可以做一个讨论的话题 就讨论你党的强大问题 你对这话题感兴趣什么 我说不是对话题感不感兴趣 就是说我想论证一下你们的党到底强大不强大 今天这一切你还没有看出我们党的强大吗 我说我有一点比较欣赏你 你是一个说真话的人 我当时跟他说这个言话 我说你应该是在中共内部不多的说真话的人 一般这边场合的话 我说的要要点脸面的话 都说要依法对你如何如何 我说你直接就是谈你党的问题 我说你还是比较一个说真话的人 我说八一五 不要给我有嘴话事 两样东西绝不是一时的兴趣 一样没收你的全部财产 一样判你无期徒刑 这两样东西你绝不要怀疑 我说你又反映了你讲真话的一面 我说这在你们党内是积少借的 还没有省结论就出来了 两样东西 一样判无期徒刑 这个过程还是要走的 另一样我们已经做完了 你家里我们一分钱没有留 这是当时的原话 当时他们也没有任何录像 录音我没有 没有录像 我想这些资料他们也不愿意录 讲这样的过程他们也不愿意录 但是鸿梅 我跟你讲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说 财产全部没收 对我妻子孩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灾难性后果 我还没有想象到说 他们会剥夺他们的生存条件 这个我是绝对没有想 没去想 我最起码这是一群人组成的人 他们怎么说也应该保障他们的生活费 这个我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 对我意味着什么 然后 后面的一系列过程 会让你知道 我们党不但强大 而且对你这种人是有办法的 这些话都无耻 但是我下面的话呢 他们不爱听 我说 我不希望你们野民埋信 跟我讨论问题 我说我希望你们 最起码你们在形式上 你们证明你们是一个政权 是一个政府 而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反复的效果证明 你们就是一群黑帮 插不成是吧 然后他说 815 咱们谁都不要躲躲闪闪 我说你这是说了一个废话 我现在躲和闪对我有用 我说你看你这印记儿 能让我躲闪 明白了就行 还想说什么 你就尽情说吧 我说你最起码 壮壮胆 能不能告诉我你信什么 我信肖 我信肖 也当过兵 胆子不比你小 我说咱们俩比比胆量行不行 什么意思 我说首先咱们互报信念 这个就没必要 然后他说 你们 你现在小说的 你就以鼓气说出来 我知道 你现在还兴奋着呢 你还兴奋着呢 我是做什么的 我审大案要安 审了二十年 我是做什么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然后又在我跟前来回都不 说815 我也给你透过点 也就这么十到 俩周的时间 十天左右到俩周的时间 就会全部解决问题 我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 他马上又给我解释一下 他说一般人 过不了这时间的坎 你也过不了 不过你那些法轮功们 有他们能过来 他们很多人在我这里 被我审的时候 他们都过了这个坎 什么意思呢 折磨你十到十四天 这是一个坎 你一般人过不了 嗯 嗯 我们有办法 我们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人力物力 我们不着急 你可以不承认我们强大 你可以吗 我们是流氓 你又能帮我们怎么样吗 我说我真不高估你 你说你除了用这样的方式 对付我 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他给我来一句 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们呢 我说你对付我的方法 我不怕你 我对付你的方法 你你下的心惊胆痕 什么方法 我说什么方法 你就怕我说话 嗯 我说你刚说的你的党强大 我说你敢不敢跟我打个弄 打什么弄 我说把接下来咱们两个的对话 各在天安门广场去接行 那荒唐我们毕竟是执法呀 我说你刚刚 这时候你拿了护身符了 说你是在执法 我说我退一步 把我们每天的对话 再往上公开 强大的公公有没有这个打量 我一个个体被锁住了手脚的个体 你敢你敢的 你厉害 不敢 不敢 我们说正话 不敢 那你强大什么呀 那好吧 我还瞌睡呢 今天赐业了你一天 你是说 还是不说 你要说 可以让你坐直 你要不说 我还没功夫陪你 我去睡觉 你一直睡 头一天晚上一直睡 他说 我说 那你去睡觉吧 那你去睡觉 你说的啊 我说的 他正走 剩下另外三人 但是你知道 人在这种场所呢 剩下的最后宗言和本能 最后的本能就是 多少能 尽量的去维护自己的宗言 但是他们在行 在行的方面 就不跟你提供这样的条件 你说你始终就像动物一样 这样的 你哪有什么宗言 另外三个人 就一直是这样做 一直到第二天 凌晨七点钟左右 来了 你说不说 还是不说 交代罪行 交代罪行 那你今天被他们监控着 还怎么交代 对 一进去是 如果你承认罪行 你 我们这一次 同时在北京采取措施的有六个人 其他五个人我们都已经放了 只要你认罪 说再不干了 你同样可以 今天晚上就走 中间还给我念了一些东西 念了一些 所谓的一些人 保证 不和我的家人往来 不再参与我的事 不再参与维权 五条保证 你也可以写这么一个东西 你要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你也可以走 我说我感觉到这里面不错 最起码不要我做饭 也不要让我洗一碗 少废话 就是连天亮的时候 他又进来一次 压下去 我以为压下去 白天让我休息 结果回去以后 白天开始就是让我 他那个床上连一张纸都不扑 就硬板 叫做板 做板反思罪过 他不是由警察来执行 他是由犯人相互建筑执行 如果你这号里面有一个不执行的 所有的人受罚 他这一招是很厉害的 等于你要是不执行 你伤害其他犯 我实际上已经凉了 没事了 也等于两天两天没吃饭 那个座啊 坐的 我坐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就尿不传 第二天一天做了反思罪过 当晚上该睡觉的前五分钟 铁门光荡开了 815提示 就是大概一个星期以后 我正有点照顾 但是到了一个星期以后 到一个星期左右 我里面什么时间我都不知道 完全没有在乎 你觉不觉是 所以这个星期以后 就跟我讲的 绝食吓唬不了我们 我们这里面有一套成熟的 对付绝食的办法 第二 我给你透露一点秘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法案 你绝食 你的老婆和孩子就心想喝上一口水 你听懂了没有 你知道 当我知道 我妻子孩子 由于我学识他们喝不上一口水的时候 我真的精神位置位置一正 就是狠狠地敲击了我一下 我做什么 尤其很多的选择我比较简单 我不愿意使他复杂了 我就问他 我放弃绝食 我的妻子孩子是不是能够恢复给他们喝水吃饭 没问题 我如果放弃绝食 我放弃绝食 我也负责任地告诉你 放弃绝食 你的老婆和孩子 可以开始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跟他三天没有吃饭 三天没有喝水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是三十六小时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把他忍心起来 在这里 那孩子药水喝 他们不给 他之前没有跟你讲过 就是到第三十六小时才跟我讲 他们就讲了 他说 巴要我们知道你是个怪物 只有巴 你的两个孩子和你的妻子 看成是一个生命 你才会去 他们研究你很久了 嗯对 研究我很久了 讲这个弱点 你是化了一些经历 对 你想他们跟从我 都是所谓的 每个星期都有装家碰头 研究怎么怎么跟从 方法上 怎么能在心理上摧毁他 他为什么说你是怪物 他说这么多年来 谁不害怕这种跟从 只有你不怕 你不怕 我们就寻找信号 大概有一星期左右 他们不能获得任何东西 这个不存在的说 我告诉神不交代 因为 事实上在我这 它很简单 我的一切都是在公开场所发生的 而且就是在你 成群的特务 眼皮底下发生的 你有详尽的记录 哪些是需要我交代的 问题是 你反复的强调要 要我交代的犯罪事实 我这没有犯罪事实 怎么交代 我不清楚是第六天吗 第五天开始 十区报告才提了一张 供电的一百零九个小时 大概有四五天时间 他怎么上厕所 没有上厕所 四五天时间没有上厕所 然后上了一次 周年上了一次 我记得周年上了一次 但是我始终处于一种思维的轰动状态 你知道那种轰动状态 完全的帮助了我 如果我思维是清楚的 我很痛苦 我始终 就把自己的思维 感觉到了 调整到了一种 放任的这种 一种转光头 完全不考虑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陷阱 处境 完全不考虑我是谁 我在做什么 什么都不考虑 脑子一片空白 我就是这样的 故意把自己思维调整到这 那个时间过得快 你也没有痛苦 这么大不 这么大不 你以前有见过吗 没有 没有 我记得中间有一次 也是他们唯一的一次 我是能坚持的 很能坚持的 唯一的一次押我去卫生间的 就是这个中间有一次 我记得去了以后 我暂不完 暂不完他们两个人架着我 裤子都是他们给我剪开的 楼上下来的时候 他们帮我架下来的 但是呢 我脑子里面还在想 就是被我调查过的那些 那个 被迫害的尽头 都能想到那种红暗的楼道 那些被固定在那个牢股灯上的一些 就脑子里面老是闪这种尽头 我感觉到我不孤独 我感觉到 还有人呢 很多人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到 我觉得好像是第十一天左右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他们来过家 说 朋友啊 你想死是吧 你怎么想死 我实际上这四天我是一句话也不说 四天左右也是 我一句话也不说 这中间有这个 有时候有人进来 中间 有人进来过几次 但是奇特的是进来的时候 实际上我眼睛全是闭的 但是他们都把灯关掉了 我们灯关掉过手的话 有不同 我能隐隐约约约觉得 有很多不同身份的人进来过 你被单独关了 单独关 从那个跟那五个人已经 不 那是牢房 提升你是又在那个审讯时 一直把你放在审讯时 对 四天时间 连续四天时间 关灯 进来人的时候关灯 不进来人的时候不关 我感觉到这四天 有很多这个角色来跟我说过话 好像也下指以过来做工作 但是对四天我一句话都不说 我觉得说话就是浪费能量 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说 一点力气 反正中间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下意识当中听清楚最最多的话就是 马耀武你真的想死吗 马耀武你真的想死什么 所以后来在酒瓶里我看到了什么红色高品的那些都是中共培训的 他们那些都是中共培训的 他们也在 他们每次问话他不是随意行的 他都是设计好的 他们也在就是 寻找我的弱点 说815 你真的想死吗 尽管我们是对手 但是我们觉得高天宇非常的可爱 高天宇非常的可爱 高天宇才三岁啊 高天宇才三岁啊 这个 如果你为了所谓你的那点可怜的价值 你连高天宇和格格都不顾的话 我们就开始想瞧瞧你 你不是人 他们认为这是我造成的 815 外面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 跟你透露一点 你外面那些狐朋狗有狗屁都是 你妻子没有饭钱 跑到通州跑到一天才借回来三百块钱 这还是我们放他一马 要不然跑到他一风起来借回来 我们必须给你一个千细的前景让你看清楚 一边就是要你死 一边要让政府有一个收场的借口 交代最新的 但是这几天直到最后把我嫁回去 我始终不说一句话 我确实没有力气说 我回去 我第一次在里面刷赖 无论谁替我 谁打我 耳朵耳朵揪我 我都不管 倒地就睡着了 打不住 托返还睡着 我已经大概睡了有几个小时 黄老的铁门又开了 可能过我记得我印象中这时候过了十几天了十二十二天 815 815 市区连道来看 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货色 光线很安的一个房间 815 你没有声音不行啊 这个局面很复杂 他们原话 这个局面很复杂 这个复杂局面存在于我们中间 我们得说话解决啊 815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把所有你和你交往的这些人交往过程 怎么认识的交往过程 说一遍 等于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实质性的开始 我说的 你是对我进行有罪侦查呀 这些过程都不过程犯罪 这不扯淡了 原话 我说这不扯淡 哎 你说一遍 这样吧 说一遍 说一遍 我觉得在这时候 你无法形容你这种生命伸出这种耻辱 你完全就像一个动物落在别人手里面 哪些能力是我缺的 既然说你要说一遍的话 我们 给高天宇和哥哥 他们说 你要 你要是说一遍的话 我们给高天宇和哥哥买的陈斯特特金 他说我们说话算数 我当时听了 特别的难过 好 抱歉 咳 哎 咳 这样双方就这样 一来一往 到了9月份 我估计是到了9月 9月都过了好几天了 不知道是不是9月的有一次 突然来了几个人 说815 好像是就有了 由于你的拒绝交代 你的妻子孩子 我需要你们够讲清楚 说 我说这个一直是我在那干的 我现在还有人干的 到9月底的到4月份 我把所有跟我交往的人 如何交往怎么认识 因为他就这样无聊的问 全部假的 你拿着放大件 你拿着放大件 去检查他都不是犯罪 这些是再普通不过的 大概50来天 第一次看到阳光 第一次看到阳光 都看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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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什么日子 不清楚 今天中秋节 哎呦 我最想的是自由 哎 你最想见什么什么 你别给我捉迷藏 你有什么安排 我就跟着你走 过来 过来我们耿和起来 未来啊 你们可以和耿和聊一聊 同一耿和做了很多工作 你知道当时一个母亲的面 折磨了两个孩子 给母亲叫要毁掉这两个孩子的一切 我认为在这样的 恐吓和残忍的现实面前 如果和耿和选择了继续对孩子的 能学 我们不配 有一个基本的人的成员 当然我们我觉得我们耿和是聪明的 他进来什么都不说 一进来一直流泪 说你说话呀你 咱不说好的吗 我现在每天在我家里监督我的这个宿处 我们不都说好的吗 你跟你们在见面 走过才十五分钟的时间 多不容易啊 你抓点时间说呀 我可好一直哭 说说第一 让他说说他说出来第一句话让对方哭说 说什么呀说 你看老高现在得嗦 说的又哭了 那你要是不说的话 那么这个这个 估计咱们就结束吧 我们耿和 倒不是说我喜欢这样的存在 但是 这种 中国女性这种 传统的嫁妇私夫 这种传统的美德在他身上都有 他如果他是一种美德的话 从来不求我 从来都是听我的 好在呢 我不哭了 我不是说他听我的我就把握 我就 他突然站起来我聚了一股 说小高我求你了 一说我我马上就愿意留着 我敢和你想说什么 你说说 他说你知道我和孩子 现在的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生活吗 我说我现在不想知道 我说我现在不想知道 我说你你你你肯定清楚我为什么不想知道 他说小高我求你了 你就听我一句话 你就 从现在起你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想了 就为我和孩子活上几年 行不行 我没有做任何思考 我说任何价值都不能在你的这个要求之上 而你的这个要求是最低最低的 你是对孩子的父亲对你的丈夫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说为你们活几年没有问题 从现在起来我就为你们活着 这世约六号的界面就是他的这么一点没有 然后就要把梗河带走 我就正途他我就跑回去把梗河拥抱一下 他上带手靠 拥抱一下 无论更何 风风雨雨是几年 只要是一个灾难 他就有事有终 更何况我们从来不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灾难 因为大部分人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生活在这样的问题 我说你刚才的要求不高 你就回去把孩子带航 他连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说 你给他们说一说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生活费 这句话透露了很多信息 你知道吧 这最简单的一句话把所有他们在外面的处境全部够好清楚 我说 生活自己去想麻烦 我生活自己去想麻烦 就在身上爬一下就走了 大概是 11月份 开始 不到那边来 从不表明生活 而且每次都说 谁打扮我们来的 你可以我最高层才 我最高最高的地方才 不是你给我说这些 是企图让我 羡慕你的身份呢 还是说羡慕你的份量 你晓过说什么 最真实的一次 所谓的公解法三家 哎呀我打开了 我说明天 你们为什么让人小瞧你 你们三家怎么能走在一起 那其中检察院的干部 他说都是党的干部 我说就你还是 讲真话的 他说都是党的干部 好谢谢 好谢谢 十一月份开始 你感觉到了一种什么东西 因为当天晚上 萧和我对垒的时候 两个人要打得干他不打 他说两样东西 是已经定好的 绝不是随意的 一样是无欺图形 一样是陌生的 全部才能 要让你知道 要让所有人知道 谁和共产党作战 就要他死 我说 萧婉 你说你当过兵 你是个老兵啊 当过兵 有种赶快给我打赌 打什么赌 我说中国如果 还有关我十年的能力 那么十年之后 我用七大走路 借了你就喊爹 他说我能看到你死在这里 我说你敢不敢给我打赌 他如果还有关我十年的能力 我出来用七大走路 接着你喊爹 我不跟你打着无聊地 我说证明你断物着地气 十一月份儿婚礼 十一月的初 我感到了一种存在 就是张罗珍 如何寻找放我的借口 感觉到了放我 成了他们的一种击破需要 明显能感到 但是呢 必须妥协 你妥协 为这问题 你必须给政府台阶 我就说你荒唐在哪里 为什么你要屡屡上 这样的荒诞台阶 为什么你要屡屡上一种 你自己下不了的台阶 美国嚷嚷 西方国家嚷嚷 海外反华势力嚷嚷 我说你们最无耻的一点就是 动辄就是反华势力 那是反暴政 反共事的 不是反华事的 没人反华 嚷嚷的挺厉害 你排着良心说 你是不是中国人 跟我讲良心 排着良心说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但是呢 我在这儿面对着你的镜头 我也不会对 他们在里面 有时候你也看到了 他们有另一面 他们曾经有一个 人来跟我谈的时候 都把话说到这种份上 就是不要我 为什么我们和 美国人能谈 和国民党能谈 为什么和你不能谈 你肯定是 消灭不了我们 这是他们原来 你肯定是消灭不了我们 我们也 说个丢份的话 我们也消灭不了你现在 那咱们谁都消灭不了谁 咱们为什么不能谈 两个原因 我们要跟你谈 第一你也知道 外面在嚷嚷 他们原话是叫嚷嚷 但是 这个不是主要因素 我可以跟你说 我们不怕他们嚷嚷 魏京生 什么 还有那个民主党能叫什么 徐翁立 哪个不嚷嚷 不嚷嚷上一段时间 你不嚷嚷吗 你也一样 八九年怎么样 八九年需要我们面对的 我们忧郁了吗 这是 必须认罪 而且我们一定 一旦要确立了一个 你必须认罪的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必要达到这种目的 措施 我跟你讲八一 一方面 我们有办法从你的老婆孩子身上 做工作 如果在你的老婆孩子身上做工作 没有达到目的 你猜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你能不能猜出来 我猜不出来 把你大哥弄到北京 他们知道我 特别听我大哥的话 把你大哥弄到北京 我们就有办法让他给你下跪 在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之前 这一切过程 我们是绝不嫌麻烦 我们都要做 你要不愿意看到你大哥来了 跪在你跟前的话 或者说暂时还谈不到这一层 就看到你老婆孩子的目前这个困难局面 他们说是困难局面 你去交代 但是呢 他们经常有方法 有时候正式提醒我的人 一走又过来装得很神秘的人 我装得相信了这一切 我把他们装饰 装得我认为他们就是一个 一些党内的所谓的进度实力 我是实际上装了将决就去 我就知道 记得记住一个法院那个人 因为我不跳棉 他不认识我认识他 过去我跟他说 换过心事安静 他过来讲 他说 你男子特别复杂 复杂不在案件本事 就在于如何处置你的问题上 上下风气很大 这是一个双火 他们的双火 说 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们没有别的能力 我们最大限度的 想让你获得一个 好的结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我清楚 像我这样的身份 他们那种看守会 何等对言 他们能让他们的 动作对手 能把我提出去 说你的妻子被人打了 你知道 我说我怎么能知道 当时就站起来了 还装到左右看一下 你妻子被人打了 你的孩子也多次被人打了 我说他们能被谁打了 除了那些秘密警察 能被谁打了 你不管谁打的 证明你的妻子 还在处于一种诬陷的动荡 和不安装 你妻子还是现在一点 守会的 到处远先前 你现在认个罪出去 就待在你妻子还是跟前 这要你的命吗 但是我听到 梗河被打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 我非常的悲凉 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和梗河这种感情啊 你让我们婚姻都 到今年十八年了 我内心对自己的解言 我从来也没有过一丝说 感觉到我们梗河 哪个地方不顺眼 从心里面有什么时候讨厌 他从来都没有过 因为你想 你找不到这样的存在 我从来没有说是 跟我们梗河瞪过眼睛 说要倒他一直倒 尽管 我的老家打老婆 这种文化底蕴是极其深厚 闪北人你想 闪北人的一句俏皮号 下雨天打老婆 抽个困 平时忙得顾手 打老婆下一天吧 打老婆未然成分了 说不定你妻子的打得指头都打坏了 打得牙色满嘴都是瘸 惨不忍不 你也跟我讲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坏消息对我来讲是不存在的 你也讲不就存在了 不 我们没有其他恶意 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现实的残酷性 你个人根本无理改变 他都很长时间 那以后回去 晚上我就没有吃饭 他们叫牌板 他们用一个按钮 你可以一按 看手就问你干什么 我说我要和 承拔我案件的那些 不知道名字的人见面 什么事 我说要跟你说能解决 我就不找他们了 好你等着吧 这些专案组 所谓的专案组 开天那天我才知道叫专案组 叫专案叫 专案组的人就在这住了 过来 哎呀我好事啊 第一次要主动跟我们见面 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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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何事两件事 第一我的孩子和妻子 多次被人野蛮殴倒 是不是 这看这个社会形势上就经常发生啊 不稀罕呀 我说看你这神态你是知道的 你是什么人我们都不知道了 八九五啊 你还是个特殊人 你还是个特殊人 你家里面大大小小事 我都知道 包括你高天宇丢了一次 我都知道 第二 我妻子的和孩子的生活费 你们没有一个成熟的保障计划 是 专案案件都没有接有什么保障计划 怎么自己想办法呀 当律师你这点不懂 你们要怎么样 现在开始给我提出来 认罪 还要写毁 毁罪书 我说我能得到什么 你的妻子孩子 只要说你的毁罪书我们满意了 妻子孩子就能得到五千块钱的生活费 不少吧 我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说写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技术过程 我说再不讨价好家 只要我的妻子孩子能获得生活费 我有一个条件 先支付他们两千块钱 我现在就开始不行 这不是像你想象这么简单 这还有一个法律程序 你写的东西上面看 足迹报上去看了满意了 钱肯定要给 我们说要算数 只要说你的毁罪书写的我们满意 保证要给 我说满意的标准是什么 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谈 必须承认法轮功问题 全部是你也造的 我说那我的妻子孩子就要饿死了 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弹性的话 就让我亲自孩子去死 我说我这极端心态 柔软的心态迅速能恢复 极端心态迅速便能盘活 你不要着急 八小五 可以文字上上来 我说任何技术问题都可以谈 必须让我亲自孩子活得生活 好了 你 今天 我们给你指 还给你数 数多少页 还好 你会去写 我们上去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去增取 没有问题 我当时就是一种什么心态 就觉得 等于妻子孩子在一个孤立无缘的孤岛上 我写这个东西就等于在找寻找他们就这样的方法 写了七八页 其他的和胡佳的交往 和范雅峰的交往 和滕彪他们的交往 写的 原来都写过了 就是法兰公问题 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你必须说法兰公是邪教 而且你没嫌清楚他够邪教的标准 但是你为了羞辱你还要去做这一切 你必须说 你那些调查都是你也早的 恶意的攻击党 我说其实 真相离我们很近 我说如果真的关心真相的话 那些被调查的 从老五灯上走下来的人 我都能找到他 你现在讲这个就是废话 咱们现在是讨论这个问题吗 就讨论你如何获得生活费用 妻子如何获得生活费用 最后我同意的最大的让步 写到什么程度 写到 就法轮功被迫害问题 我把看到的事实和听到的事实 当成事实 那么人类获取事实的渠道 不就是看到和听到的 我说我把听到的事实 哦对 把听到的事实 当成了事实 真实 看到的时候还当成了真实 大概有三四次 到底今天不满意 明天不满意 815 你内心想什么 我们清清楚楚 内心想什么 清清楚楚 但是呢 这个毁罪书里面的水分 我们可是要一点都给你往外借 所以最初就这样才是 五千块钱的生活费 你不能说我们不忍耐 现在完全是你不忍耐 没有借过你这样的父亲 你完全有办法让你孩子和妻子获得生活费 你完全有办法让你孩子和妻子获得生活费 你完全成了一个洞 被人任人宰割的洞 最后面试的 所谓的毁罪书 要搞是他们拿出来的 我超痛 我什么都不想的 但是 我内心的痛苦程度 验证了 我的良知还没有受到了大的伤害 因为我那段时间内心很痛苦 你现在反而要去 也是有这样相处的经历 我知道 一个个体对 对良知对纵严的这种结实有多难 因为你知道 前面那十几天的折磨 没有什么 就这大概一个星期的就为了弄出这一份 所谓的毁罪书 你知道对我来讲 技术不成问题 我有点写作能力 尽管外面骂我 说不是一个文化人 但是我能写出来 但是这一个星期 我增加了一半白发疯法 我就特别清楚 有一个心灵的警察 见到我以后一摇头 说妈呀我啊 你这白发疯长啊 怎么一个星期白发疯法诚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是坚毅的坚毅的收获 坚毅的配归工 我做这一切的时候 原本就没有说 为什么组织和系统的计划去做事 我全凭我个人的良心去做事 我个人的良心和我的条件 我去做事 但是 回最述 我知道伤害了很多人 伤害了很多我相信的人 伤害了很多我原本想保护他们的 而且给他们提供的一个 永久性性的利用的东西 也给那些 做梦 都想被中共谢残媚的那些人提供的 我自己不是一种虚弱 不是一种完全的爱面子 但是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人格深处滑了一痕 但是不后悔 不后悔 因为 我的妻子和孩子面临绝境的时候 我选择了对他们生存的去除 而不是所谓的维护我的音学形象 当然我也没有简单的认为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音学形象 维护我与否的问题 但是后悔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符合人性的 您知道人权社会是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耳朵听不晕 眼睛也看不晕 不要四月六号的斗争 对 放出来这段时间 我还没有给外界基本的描写一下轮廓 您借过进自己家门要熟身吗 我们就经历过这么四个多月的待遇 那样的耻辱会刻在我们的生命身处 但记住那些不是为了仇恨 记住那些只是想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们是人 我们不应当么太忘了 我们不应当忘了这个制度的不道德 和无人性 记住这一切不是为了倾散 而是应当提醒人们 改变这一切 不改变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危险 他们还在相问当中 我希望这一次 我关于网友前这段谈话 也可以广泛的面试 让大家看一看 他是更值得得到奖励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回来很痛苦的时候 我觉得这方面我的妻子比我伟大 他曾经劝我 他说 小高 心从他人 你就不会感到痛苦 为什么 他说 你说咱们接触了哪一个受害者的 个体受害者 踏实的最比你少 哪一个比你少 他们从来不为民生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谁会给他们民生 但是他们坚定的去承受 真正的为达在这里 关于这些奖项 尤其是 以魏京生先生为 主要取到的这个脉络的奖项 从个人角度 我显然是要非常感谢他 感谢他们对我的肯定和支持 感谢他们也 在财率不是十分宽裕的情况下 对我们的支持 但是这应该是中国 仍然是民权运动价值的一部分 一部分 由于这样的 鼓励 对奖励以及他的攻势 对国内免疫人士是一种鼓励 但是呢 我倒是建议 奖金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讲 就象征性的 把资金用在其他更需要用的方面 比方说有很多免疫人士很穷 很穷 就是说把更多的日常性的价值发挥在这些方面 但是毫无疑问 对魏京生先生以及海外民民主正义势力 这些民运人士朋友们 我再次要表达我和我家人的这种感情 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候 坚定的 发挥到了他们的一些角色作用 这是他能考虑的 好像差不多我们想讲的 都说几个 要讲你再做这十天也讲不完 那4月6号之前那一段时间 据说海外一直抱怨 一些人抱怨说我不发出声音去 事实上4月6号我有一个产情 因为 我原本还是不打算说什么 但是有很多朋友 运你案里都是带过来一些条子 自调就是通过各个学校带回来的 就说你应该说一说 只要有条件说一说 因为你不代表你个人 这正是目前我们的不轻松的意义 我们那几个月 我们要在哪个地方打公园电话 好一点过来给你安装 一些流氓的秘密检查 过来就一把就你电话系给你拽弹 你说你不是对人家那些经营出租 公园电话的人那种伤害 所以我们也回避就不敢再去打 打了就伤害别人 那次在路上走着呢 就突然有人都塞了一张电话铁 电话卡 但是有一点 这个 海外可能有一个误会 说是那是一个神迹 我们查一下那电话卡 只有两毛钱 你只有两毛钱 我们又通过附近 就是专门编制那个 就我穿着拖鞋就是发了 我们朋友给我们编的 通过他装着我们到那去编写起来 说一下 他们冲了三十关节 但这个环节我们是不能说的 因为一说他们就知道 因为梗河后面梗衣群 知道是这个环节上给的 冲的知道 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发出的声音 怎么发出声音 还有一个渠道是可以通过各个发出区 但是我们不愿意让孩子更多的参与到这样的威胁当中 4月6号声明一发完就把我带走 我把高天宇抱起来亲了两次 还是被拉走 去命运的路上很神秘 一会儿换一个引导车 一会儿换一个引导车 哎呀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的你跟我还玩这一趟 然后去着就说 你现在已经完全越过了我们的人来底线 我说 你有没有看到我刚才离家出走的时候 亲了我儿子俩次 我老子从来都没打算走出家门再进家回家 在那儿谈了六天蒙藩的上阵 最后就是他们做出了让步 我实际上在他们跟前成功的塑造了一个脾气非常的暴躁 做事不计后果就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吗 没关系 这两句话你要是放的时候 这个形象有什么好处呢 不让他们感觉到你是头脑简单的 你不会因为长远的价值也要去坚守 而是老是为你自己的面子和脾气去坚守 你给他们塑造了这么一个形象 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蜀梦错光 目光短切 一时兴起 你知道我的目的在哪里后面 我想让他们三个人出去 因为耿和跟着我太可怜 耿和跟着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天 因为这一次 我后来在网上看到 他把很多的重要的蚊子里脚碎吃掉了 我才问他 他才跟我讲的 他吃了好几天肚子胀了不起 就是那些法轮功学院的 留下真实性命的那些信件 他全部撕碎就给他吃掉 每顿饭都套得成东西 所以我觉得 你实在不忍心地让他在 因为两个人商量过 你 他的语言话 你去坐牢 你就坐你的牢 我们你要三个人 安安静静 你经常讲三十五土地一头牛 你现在给我们 正的生活会是够 你就去坐牢去 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挺着了 没想到对手的这种邪恶 很无底线 这正是我们的无奈 为什么呢 你首先得承认你是政权 你得承认你是政府 那我才有可能走到你的政府 你自己都完全 突破你政府印到左手的底线 完全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政府对待 你怎么能强权要求我 我把你当政府 实际上 我现在只是说 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和他们斗争 斗争还一直在有 在胡家的问题上 郭富贤的问题上 一直有斗争 一直有 像他们前阶段 抓了一个老大心来看了我俩次 三次 他们基本上抓了 这是毫无疑问 是新的一笼 只在打压我的生存空间的这么一种 我对安排 就是来掌民的人 他们是主要是想来看吗 就是来看看我 这些所有来的人就看看我 那他们回去以后有问题吗 现在大部分没有 因为他们去远距离 开始一段时间以后 很荒唐 我最近的一篇文章里面写了这一段 这文章已经被他拿走了 就是后来找我的上坊人员 在最严酷的时候 他们也来闯 就是我被放出来 他们来闯来看我都被抓了 抓了以后呢 其中三上坊人员的经历都是一模一样 什么样的经历呢 楼底下那个警察 抓到房子里面以后 面无表情地拿出一张A4的纸 A4纸的左上角像上面写了一句话叫 高智生是个王八蛋 你就照着这个 给我把这一页纸操满了 证明你和高智生没有关系 证明你和党和政府保持着一致 如果不写 你就是他一虎 其中一位姓县的先生 湖南姓县的 说的我不写 他们折磨了我11个小时 就是不写 他们强光能照我 他们打我 就是不写 哎呀我说的你就写了吗 那我是不是王八蛋不会因为你写了这么两页纸 我就是王八蛋 你说你想不相信这是 不是说一个正确 这是一个承认世界里面不该发生的事 你怎么会就就在 公民面前树立你这么一种政府行为 推向你这么一种 当时可以把这个 他已经那个房子拆了 但是呢他那个墙不是刷的是白的吗 留下了原来房子的印记里下可以拍一下 可以在那个车子那拍 哎你一看到你穿在窗户上就看到 就真的哎呀 这是又就是哎呀文革的那种红卫兵啊 这是没读为什么出来啊 他们 这又是完全是借借法轮功问题 出了一种一种模式 他抓住很多的法轮功弟子让骂师傅 那个张张张张智 张智奎就遇到这样的经历 就是上面写的骂你师傅的话 你必须操一页 所以我觉得 你看 我的第三份公开信里面提到的 那个大连那个小伙子 大连的小伙子在中国那儿掌握的指标来讲 所谓的他转化了 你看他转化的过程多可怕 他跟我讲的 当六七 六七根电棒对着他 其中的一根电棒一直对着他的绳织器在垫击的时候 他说高律师 真叫生不如死 我马上要死的那一刹呢 我放弃了 我说我要被你们改造 就放弃了 但是他企图从七楼上往下跳 没成功 他说如果这一跳成功了 我没有背叛师傅 如果这一跳不成功 我只能说表面上背叛了 我也想到他们那些精灵我的难受 但是你知道 我这里想说什么呢 我们 因到对那些所谓的许许多多被迫的接受了转化的人 从有聊善之心 他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改变的 你知道他们对解释人吗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他亲眼看到他的一个苦修从窗户跳下去死 警察把折磨他们就当成工作 这些具体的真相啊 要取这样的证据 鸿梅你必须清楚 更多的人都必须清楚 这样对每一个人的非法酷刑都是反人类罪的最成功法 而这些反人类罪的证据都鲜活的就存在在中国面前 我都随时都能找到他 国际社会为什么容许在中国反人类罪畅心无足 应该说 应该说给予我们这些评价的人 首先他们是善良的 同时呢 我不能排除许多人有些绝望的心理 在中国看不到这样角色的出现 有时候就把这样一些帽子戴在我头上 从内心说 我远远都不够格 你知道鸿梅甘地也罢 马丁路德金也罢 他们面对的专权 面对的专制 远不能和共产专制的参暴同日而语 这倒不是说我们去别低他们的这种精神运动 我更想说的是 他们的时代 印度 美国 独有自由媒体存在 这是一个中国完全不具备的地方 中国没有媒体只有党的工具 这实际上是一个众所尽致的存在 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完全放置在一个 深受不借无子的这么一个黑暗环境中 把他捂起来去处理 我记得马丁路德金说过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他感谢美国的自由制度和美国自由媒体的存在 他说如果 他的时代是在一个共产专制的国家里 他会在共产专制的死牢里 毫无作用的 会在共产专制的死牢里被人们遗忘 我们 无意说 圣群甘地和马丁路德金 他们的时代和他们存在的行为 他的威胁程度比我们低多少 马丁路德金的 卸出的生命 证明了这一 要系统的谈起来 这里面是内容多多 您知道甘地 我们羡慕的一点 一方面是 甘地时代的自由媒体 另一方面是 甘地时代专权者 是相信上帝的 是信神的 这使得他们的最终恶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脸颇 而甘地面对的人民 甘地所服务的人民 也是信神的 这和中国大不相同 这是至关重要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这倒不是说 我们恨铁不成钢 去指责我们的人民 在这种 外界难以想象的这种残暴制度下 人们的徐序多多的选择 是应当给予理解的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 这样制度长期期的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 培养 培植出一种 现实的可怕存在 人们 只相信谎言 人们只相信利益 神也不信 许多人 他不愿意去信神 他的所有行为 都是奔着一个利去的 只有对利的追求 是真实的和 子此不倦 只有时候 确实有时候 是令人失望的 过后你的饭就凉了 您知道 销声本身 是中共反动势力 极力想追求的结果 今天从表面上看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4月6号 获得了一点条件 发出了一点有限的声音 这里面 并不是说 我自己 发出声音的 条件丧失了 或者说 发出声音的 勇气没有了 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您知道 销声本身 是中共反动势力 极力想追求的结果 今天从表面上看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4月6号 获得了一点条件 发出了一点有限的声音 这里面 并不是说 我自己 发出声音的 条件丧失了 或者说 发出声音的 勇气没有了 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您知道 去年8月15 我在4月6号 我也大概的提到了一个笼口 我的姐夫到了人生的 也就是倒数的最后几天了 我们到 山东姐姐那里 由于去年 我在全家的这个圈子里面 我算是个闲人了 其他人动忙 我就去去陪姐姐 但是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中共在许多的维权圈子里面 在发酵一个问题 后来的维权人士听到这样的信息 也在帮中共发酵一个问题 说我定住我姐夫的遗产 帮助我姐姐去争夺遗产去了 事实上 这是我对我姐夫人格的一种侮辱 尤其是对一个将死之人的一个侮辱